千里冰封的洞湖之上白雪茫茫 三辆40吨的重型大卡正井然有序地奔向远方 很难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冰面竟能承担起120吨的重量 望着眼前的银装素果飞雪烈洋 尾车之上的司机不禁心声不响 因为此时已是4月中旬 早已过了冰路最好的运输时段 若是再加上高温蒸发的话 那他们脚下的冰路必将雪上加霜 正当其犹虑之时他的发动机突然过热 杀挺于冰面之上 其余两车司机见状赶忙前来帮忙 迈何呼吸之间尾箱便压迫冰面 开始缓缓下陷 眨眼的功夫便被吞噬于这片汪洋 眼看救援的前车也坠入冰凤 司机当即壮士断弯斩断缆练 却不了不等四人喘息一秒钟 脚下便传来树道可怕的冰层裂缝 这一刻所有人疯一样的冲入重卡 开始亡命急行 奈何麻绳专挑细处断 厄运直找苦命人 由于速度过高 这条脆弱的冰路上开始出现起伏的压力波 若是现在停下 两车必将坠入冰层裂缝 若是继续急行 两车很有可能撞碎压力波 跌入冰壶之中 为了活下去 死人大脑顿时开始疯狂转动 究竟是怎样的货物 会让这几人这般完命 又要怎样才能让他们躲过这场前后夹击的绞杀行动 是人定胜天 上演速度与激情 还是听天由命 坐等奇迹发生 而这一切的谜底 竟在今日的阿莫特工版 兵路之音 亚森是一名69岁的退役特种兵 自伊拉克战争之后 他便和小他5岁的弟弟亚当相依为命 两人一个化身仲卡斯基 一个化身机械师 全程随行 尽管收入不多 但也还算稳定 可近期的一桩纠纷事件 让亚森极为头疼 由于15年前的一次伊拉克鬼迪事件 弹片伤及后脑的亚当 患上了严重的应激失语症 所以智力障碍的他 不管到哪儿 都是周围细手的效率 这不 几个老帮子 趁亚森不在 又犯起了老毛病 忍无可忍的亚森 一拳将其打成了 没爪的狗熊 可也就是这一拳 结束了两人不足三个月的饭碗旅程 气急败坏的亚森 一怒之下 将亚当塞入老兵医院 因为这是二人三年内 被开除的第八次 亚当没说什么 其上心爱的小老鼠 就跟医生进了重症观察室 而亚森也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安宁 可中国有句古话 天长地久有时静 血脉相连 无绝期 不管怎样 两人都是血溶于水的兄弟 良心不安的亚森赶忙冲入老兵医院 准备接回亚当 缺不了 意外地发现了这里的军医 给其服用了过量的镇定药剂 包容的亚森 直接带走了多灾多弹的地 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 迷茫的亚森不知该去哪里 突然 一则工会紧急救援的短讯 发到了他的手机 文尼波兵务急需中卡司机 薪酬绝对让你满意 看着憨傻的弟弟 悲惨的现实 亚森当即决定 银而走行 与此同时 在一处运输公司之内 老板莫菲正忙到不可开交 因为刚刚他接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任务 在极北之地的一处钻石矿场之内 警察突然发生爆炸 八名矿工当场死亡 26人下落不明 据矿场持有者卡迪集团初步探测表明 警察的矿工 十有八九 是挖到了甲烷气穴 故才发生爆炸 但不知为何 警察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的甲烷传感器却毫无意见 可是一致此 卡迪集团来不及追究 只能将救人放在第一位 可诺大的一个钻石矿 竟然没有一个天然气紧口 更别提与之相对应的燃气管道 所以若想救出警底的矿工 避免爆炸加剧 卡迪集团必须赶在矿洞之内的氧气耗尽之前 弄来一个天然气紧口 和与之对应的燃气管道 进而进行甲烷导流 彻底控制住这个 位于爆炸边缘的甲烷气血 可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个天然气紧口 就已经接近了30吨 若是追求速度 那铁定是飞机最快 可在鸟不拉屎的荒原之上 根本没有可供飞机降落的跑道 所以要想及时抵达 解救井下的26条生命 就必须采用超级重卡 越过温尼泊冰路 得知矿难发生之后 莫菲本想拒绝 毕竟此时已是4月中旬 初春早已过去 坚硬的温尼泊冰路 已开始融化 不再坚硬 可井下的矿工 都是莫菲的老乡时 在良心的挣扎之下 他决定试上一日 所以他才第一时间 便发布了工会救援令 借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寻到操作 意识 经历 都一流的司机 因为他很清楚 此信很有可能 有死无生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第一时间赶到监狱 保持了一名女球 安妮 安妮曾经也是 重卡行业的佼佼者 但因脾气火爆 打人入狱 而且他的哥哥 也在极北之地的 那个矿坑 在这同时 一路急行的两兄弟 也赶到此地 确认兄弟俩 简历无物之后 莫菲迅速将其拿入队伍 而后开始讲解 他的救援大计 为了万无一事 此行采用宝盒式救援 我 安妮 亚森 每人一车 三车之上 各创一个影响 机械师亚当 全程随行 坐以侧应 卡地集团 保险精算师 无天 监督全程 这样 就算有人出现意外 只要有一车 赶到矿场 那救援 便可成功 一旦任务完成 20万欧元 一分为四 各得五万 若是中途 有人出现意外 那他的五万 将被活着的人瓜分 在场之身 都没有意见 毕竟这个合约 对谁都很公平 签署生死契约之后 三车迅速出发 看着前方的 藏青极光 亚森 惬意到唱出了声 因为 只要任务完成 他们两兄弟 便可分走十万欧 有了这笔首付之后 两人的生活 便再不用再愁 一夜无画 烈阳当空 炙热的温度 将冰面都融化了一层 看着头顶的烈阳 莫菲不惊 心声不响 他知道 一旦温度继续升高 他们脚下的冰雾 将不再安宁 可来不及其 惆怅半分 他突然发现 发动机的水温异常 片刻之间 便开始罢工 停止密集 位于头车之上的亚森 当即掏出钢篮 准备拖着莫菲前行 奈何 钢篮刚拴好 莫菲的货箱 便陷入冰洞 眼看 三车一线 坠入其中 莫菲当即 陆斥安妮 斩断绳索 安妮没有选择 只能一刀斩断了 这条生命之城 看着坠入湖底的莫菲 四人无不头皮放了 却不了 厄运再次降临 出道冰层裂缝 宛如闪电一般 冲向几人脚下 这一刻 四人当即上车 开始 兵路板 速度与激情 可兵路不同公路 而只要速度过高 那兵面便会产生压力波 一旦 碾碎压力波 那仲凯 必将跌入 无底的兵斗 看着前方 圣人的压力波 以及后方 紧追不舍的兵裂缝 亚森当即下地 所有人 踩上迎兵踏板 准备逃命 好在 吉人自有天象 亚森突然发现了 前方有一处泥床 可以用来紧急制动 可在 钢缆的连接之下 两辆超级重卡 不可能同时飘移 这步 一个重心失控 两车顿时掀翻在地 绝望的四人 只能下车等死 因为 就算他们躲过了压力波 但冰层裂缝还在发起冲锋 眼看裂缝愈发争鸣 安妮顿时 念下佛众 祈求上天保佑 却不料 竟有奇效 吞天势地的冰层裂缝 在他们的脚下 直接杀体 与此同时 在漆黑的矿弄之内 26个人正虚弱地听天游命 但其中的一名甲烷检测员 发现了这其中的猫腻 因为 在他赶来此地检查之时 还意外发现了 矿弄之内的甲烷传感器 都处于关闭状态 而今 大家都被困于这片绝望之地 一个名为安图的矿弓 便道出了事情 卡迪集团明确表示过 这个鸟不拉屎的矿弓 不可能有甲烷器 所以 为了利益最大化 所有的矿弓的传感器 都是摆设 作为奖励 每个知情的矿弓 每月多发100美金 若是不从者 直接开除 没有经济来源的矿弓 只能默许了这一行动 可谁也没想到 他们竟然真的挖到了甲烷器学 得知此事的甲烷检测员 顿时是怒火中烧 因为卡迪集团 关闭甲烷传感器 不仅能帮他们节约开支 而且还能利用保险 在发生矿难之时 再赚一笔 此举无异于谋财害命 可若是无人来救 再大的秘密 也只能掩盖于弟弟之中 所以 这个检测员 只能祈求奇迹发生 另一边 虎口逃生的亚森 赶紧开始准备行动 却不料保险精算师吴天 悄悄将其拉到了一边 莫菲纵横冰雾几十年 为何会犯水箱过热的低级毛病 所料不做的话 定是有人搞鬼 亚森一听顿时觉得有力 当即找上安妮质问 你在检查重卡车时 是不是给莫菲的车换了汽油 你做这一切 是不是为了将我们全部杀死 不吞这二十万欧 安妮一听 直接就怒了 埋在警底的二十六人中 我一人名为安徒 那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你若不信 可打给莫菲总部查询 至于那二十万欧 我完全没有兴趣 可吴天得理不饶人 一直逼问 脾气火爆的安妮 直接掏枪呵斥 马上拖车 赶紧起程 咱们在这多待一秒钟 我哥就多一分死亡的可能 亚当一个回手 便将其侥幸 心中生意的亚森 直接把安妮 然后检查货舱 继而准备起程 却不料 在两人进入货舱的一场 吴天突然将两人锁在里面 这一刻亚森明白了一切 但也只能被溃于这片黑暗之中 将两兄弟锁好之后 吴天拿走了二人的行李和装备 并将暴怒的安妮一拳打晕 同时掏出掩藏已久的雷管 点燃于亚森的油箱之下 而后便消失在了这片冰原之中 眼看被人摆了一刀 震惊的亚森 当即打开手电 而后与亚当合力 抬起燃气管道 将通风口砸穿 结果刚下冰层 便发现了吴天留下的煞弹 亚森毫不犹豫 捡起边丢 显直又显得捡回毅力 看着轰天而起的爆炸波 前方的吴天兴奋到不能自意 当即再度启程 殊不知 此举彻底激怒了这个 69岁的特种冰王 正当亚森准备奋起直追时 他的车头突然开始下线 亚当赶紧搬出钢管 打入冰层 然后开启脚盘向后拖拽 奈何 车头实在过重 再加上恶劣的零下气温 几斤拽拉之下 脚盘瞬间断裂 但好在断裂刹那 车头被拉出了绝望的冰重 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在车头安全的一瞬间 整个货箱开始下线 亚当也被崩裂的脚盘 砸入冰壶之中 此情此理之下 亚森不敢犹豫 当即脱下大衣钻入冰洞 赶在亚当窒息之前 显至幼显的邦急 死里逃生 看着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弟弟 亚森彻底怒了 当即全速前进 与那吴天争上一阵 一阵奔袭之后 吴天成功抵达马尼托巴山口 而卡吉集团的副总裁 吴梁武 已等候多事 原来这场所谓的救援行动 只是一个过场罢了 他们要的就是所有矿工 都死在那口绝望之间 至于安妮的这辆重卡 他们早已寻好了意外坠崖之地 但那 安妮又岂会听天游命 趁吴天被小老鼠袭击了一瞬间 抡起灭火器 便砸了上去 而后 一脚地板游开始发起冲锋 鉴于甩开吴天这个肮脏的畜生 奈何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该死不死的吴天 在被甩开之前 一把拽断了油管 所以 尽管安妮现在捡回一命 但在游进灯窟之时 必将落入囚中 看着 越来越近的吴天 安妮迅速开始求救 听见呼叫的亚森当即回应 坚持住 我就在你身后 吴天一听此言 顿绝大事不要 当即 派人兵分两路 围追堵结 可特种兵盲的实力 天下谁人不知啊 尽管他已69岁高龄 但依然锋芒毕露 很快 吴天的四名部下被逐个击破 兄弟俩 也得以顺利会师 而后继续朝着安妮急醒 但安妮那边 可就显向还生 因为此刻的油箱已经见底 失去动力的重塔 缓缓于雪面杀体 绝望的安妮 只能掏出手枪拖延时间 终于 在其弹尽粮绝之前 两兄弟赶到此地 一击撞击 便将吴天连人带车 送到了悬崖市中 解除这一隐患之后 亚森迅速开始给安妮送球 片刻之后 两车片刻同时启程 却不料重伤的吴天 似那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在这致命的翻滚之下 竟然捡回一命 甚至为了阻拦三人 他毅然爬上最高的雪峰 引爆炸弹借雪崩 将三人冲下山崖 幸好 亚森是观察敏威 但听见爆炸的一瞬间 两车便开始启动 终于 赶在危险降临之前 再次死里逃生 救下收传到安妮之后 亚森迅速卸下火箱 开始全速冲锋 他知道若是按照吴天的秉性 必将不会罢休 果不其然 发现三人逃走的吴天 当即开上废弃的车头 撵在三人身后疯狂追击 赫然是要以命相组 完成正 眼看 重卡被撞到失去平衡 亚森一怒之下 拐入了马尼通卡屏幕 同时 让亚当驾车 而后藏于视野盲区 在吴天冲撞之时 乱枪扫出 发现枪击的吴天 不得不低头躲闪 而亚森刚好趁此间隙 爬上吴天驾驶室 开始赤手搏斗 一顿乱拳之后 吴天 拜天半子 被亚森击 丢余身后 狂暴的亚森为了一劳永逸 当即启动最大车速的自动驾驶 建议引起冰路的压力波 让吴天勇埋冰湖 果不其然 此举有效 但吴天发现之时 一切都为师反应 另一边 一路匀速的亚当 已经驶离冰路 成功抵达马尼通卡桥 可桥上的线重标识 让其不由的杀在原地 很明显 他们的车重早已超现 但安妮给了他足够的鼓励 让我来吧 这个老桥 我走了不下一千次 却不了 光滑的桥面 让二人寸步难行 焦急的亚当赶紧下车 塞上防滑垫 就这样 两人一米一米的 艰难的向前挪动 终于赶在吊桥崩塌之前 二人顺利穿过了隧道 结果 正当两人喘息之时 庞大的重卡开始溜车 尽管安妮刹车到底 却也无济于事 眼看任务崩溃一溃 景底的二十六条人命 再无生还之机 亚当风一弯的拉开掌银 扣下铁栓 显之又显的 挡住了这股绝望的后缀之力 但作为代价 他也被活活急死 刚刚在山下经历生死大战的亚子 看见这一幕之后 彻底崩溃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这种结局 但事已至此 他只能继续带上安妮继续前行 故事的最后 景底的二十六名矿工 重建天日 卡迪集团的阴谋 也不攻自破 总裁吴德 副总裁吴梁 全部入狱 亚森也终于圆了 两兄弟的心认 首付了一台梦想重卡 而我们的故事 也到此为止 还算不错的一部 灾难动作电影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原片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末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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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